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迎来农历新年 大批民众赶在27号前入境 就是希望可以赶上团圆年夜饭 随着回国人潮增多 各地防疫旅馆也几乎定光光 把行李从车里搬出来 旅馆前仍来人往 六都防疫旅馆 年前也几乎大爆满 桃园26间防疫旅馆 2633间房间几乎全定满 新竹四间满房 另外基隆 宜兰 花莲也都快被递满 台东60间防疫旅馆也只剩下20间还有房间 未来几天返台旅客还有没有地方可以住 也成为一大问题 预估在1月28号返台的高峰期 最高会到达8000人左右 我们民政局已经预先做好了准备 防疫旅馆的部分 那么我们目前还有余裕的量 返台过年人潮暴增28号前预计进入最高峰 万一防疫旅馆量能不足 令人担心会不会因此产生防疫破口 3月新闻张旭杰黄林综合报导 谢谢大家